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人能向他看齐 毕竟实现的难度太高 张艺宁天赋出众 而且性格争相好胜 他自认为自己就应该拿第一 纵观张艺宁的职业生涯 最能被他视为大敌的只有师姐王楠 当他击败王楠获得奥运金牌后 随之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最后激流勇退相扶轿子 作为国评的名人 张艺宁偶尔会受邀担任解说嘉宾 在一次解说刘世文和敷衍爱的比赛时 张艺宁毫不客气地点评敷衍爱 打了这么多年没有变化 闭眼睛都知道他要怎么打 这话也就张艺宁能说 毕竟敷衍爱也是仅次于国评的顶尖高手啊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视频就点关注哦